今天我們來做一下這個 割圖案的一個示範 首先我將我的麵包先倒出來 這麵包有放到冷凍室冷藏 差不多40分鐘左右 下一個 這個我等一下 這還有一個我等一下再把它倒出來 我現在因為要做示範 所以我這個就先放旁邊 然後 準備好這個再來米粉 要撒在這個麵包的表面 這個 盡可能的均勻 然後用手輕輕的 很均勻的 再把它多的塗掉 也不要塗太厚 太厚的話 這個粉會卡在這個 你割好的這個麵包的那個 紋路的縫隙裡面 冰原 還有就是待會兒 在烤的時候 那個蒸氣 不要用太多 太多的話 這個 整個 你的刻花的這個圖案 對比會不明顯 就看不出來 好 現在我們就 可以開始來刻了 首先我 我習慣用這個 線 來做這個 參考線 用縫衣服的線 中心線 先拉出來 水平的 好 然後 今天做一個放射狀的 一個圖案 這個 沒辦法用 這個 兩腳器 兩隻磚 就是靠這個 自己的 眼睛 去 判斷 然後這邊要 大概是一個 大拋物線的位置 開始 來 刻 在刻的時候 這個 下到一定要 這個肯定 好 力道要剛好 好 因為我沒有買這個 轉盤 所以很不方便 現在要去買一個 轉盤 突然 立即 到 設計 鬱 變粒 直坐 1,2,3,4 1,2,3,4 2,3,4 3 1,2,3 好,然後我們在這個兩個的中間我們再畫一個 3 1,2,3 1,2,3 1,2,3 盡可能對稱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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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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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1,2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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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個 好 一樣 這個我就會 明暗就讓它簡單一點 不是那個 個怕就會簡單一點 就不會那麼複雜 我直接就 還是畫個線好了 做個記號 好 順著這兩條這個中心線呢 就開始割我的這個葉子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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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這邊再縮小 好現在割泡護線 這泡護線要在這邊 然後再用刷子 刷一刷 把多餘的粉末刷掉 就可以進烤箱了 拜拜 看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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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